在信義區基層紡視座談會上 中正公園周邊狀況成為里長關切的重點 包括16路、17路上方邊坡有滑動跡象 以及整個水系及排水路線等 其實我上任以來的運氣很好 我那一年要選的那一年就編到什麼後面去 對 算是忘記之後 長期還是希望如果有機會的話 也算是非常希望的機會 30公分而已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進入我的 裡面那個17路路口的那個 那我有跟統領長有提案過 我說最主要就是 從他們17路喜悅那個路口 曾經貫通到西一路 然後做一個大的相談 我提前也掏空了一部分 也曾經補強過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水系在邊 所以真的要做監測 對此金融市長劉昌表示 邊坡滑動部分 將謹訴請水保祭司到場勘查 確認是否要裝設山坡監測設施 這個民眾有疑慮 我們要拿出一些證據來 也比較能夠說服林民 所以讓那個水保的祭司團隊 陪同財政處 然後到時候你們也約一下遺展 讓他們去做專業上的一個 檢視跟這個判斷 至於水系及排水路線的問題 柳昌回覆表示 即將展開的中資公園第三期規劃案 範圍涵蓋了天鵝洞到16路及17路一帶 會一併納入處理 這一個事情 度發處已經有變略預算 在我記得我事情都很盡快 但是在今年就要起案 今年要起規劃案 就是上面的天鵝洞的這一塊 有一個整體的規劃案會出來 那當然就會連這邊 室友地的這一塊 然後跟小壘頭 跟這邊進出的動線 就會整個把它做一個完整的規劃 那如果到時候涉及相關的 建設的項目就會逐年分期的 那邊的預算 所以你剛剛在提的這個事情 本來就會納在這整個規劃裡面 包括剛剛那個國立里長講的 那個水系的這個問題 海水的問題 縫線的問題 到時候都要一併做處理 另外有里長反映 燒坑路172巷口 路面出現下線 擔心影響人車安全 工作方面會看後 卻發現土地署國有殘山署管轄 劉昌強調 雖然權責在於中央 但是為了公共安全 要求公務處在一個月內處理完成 記者張綺藤金融報導 要回了 development 有製風